大家好,我是Frank 在这一期的视频里面 我主要讲一讲 随着加拿大边境的开放 那么我们要关注旅转学这件事情 以及旅转学办理过程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那么旅转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了旅游签就可以很容易的拿学签 那么它的通过率为什么这么高 以及旅转学这件事情的法律的依据是什么 这个是我今天主要要花点时间 跟大家来详细的去解释的地方 那首先是不是我拿了旅游签到加拿大了 我申请学签就比在自己国家要容易了 答案是不是的 答案是不是的 你拿了旅游签在加拿大 你人在加拿大 并不是就马上具备了旅转学的资格 那旅转学的资格是什么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解释 但是首先要打消这个误解 首先要打消这个误解 就不是说我来来旅游了 我人进入到加拿大了 我就可以很容易拿到学签 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要从这个申请学签 你到底在哪里有申请学签资格的 这个事情开始讲起 那你比如说呢 我要来加拿大留学 对吧 那我就在自己的母国 我在中国境内申请学签 那大部分人是是是这么操作的 那旅转学是说 那我人在加拿大 我持有有效的旅游签 我是不是有在加拿大 申请学签的资格 如果有的话 你就是旅转学 那么这个问题就转化成了 什么样的外国人 就是持有旅游签 公签或者其他类型签证的 这个外国人 他人在加拿大 什么情况下 这些人才具备 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学签的资格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大家注意啊 不是所有在加拿大的人 持有旅游签的人 都可以在加拿大申请学签 那只有一小部分满足要求 这里面要求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你是个外国人 对吧 你拿了旅游签 或者公签来加拿大了 或者你本身就是来上学的 那你的学签过期了 或者你的公签 工作到一半 你想去转成学签了 你本身已经持有公签学签 或者这些人的家属 你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学签 这是第一个几种情况 第二有些人等待遣返 或者说呢 他是因为种种原因申请的难民 或者说他是拿了那种特殊签证进来的 但是呢 想让他遣返 但是一时半会又又送不走 那这样的人 他是允许申请学签的 这也是加拿大的一个人道主义的考虑 比如说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在等待这个引渡 等待这个引渡判决的孟晚舟 他其实在加拿大是可以申请学签的 他可以去上学 听说他在念博士 那他这个在遣返等待期的人 是可以申请学签的 但是呢 这个呢 毕竟是少数 那还有呢 比如说你带小孩来 小孩如果是他是在高中以下的 他可以 你可以用旅游签把孩子带到加拿大来 在加拿大当地 给孩子直接申请学签 K12阶段 从大班一直到高三 这个阶段的孩子 旅游签进来了 他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直接申请学签 交换学生以及完成前置课程 完成你特定院校 你要上的专业课的前置课程的成年人 也可以申请学签 那我这里标出来的前置课程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旅转学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可以看了 就是说 你会发现 如果说这个一个一个柄图里面 这个所有有旅游签的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一个大圆圈 那这个大圆圈里面 只有一小部分满足我说的这三个条件的人 才可以在加拿大申请学签 那么满足这四十三个条件里面 最后一条的最后一个 才是落到了我们这个旅转学的这个范围里去 那有人就会接着问了 那你说我一样申请学签吗 我为什么在加拿大申请 而不在自己国家申请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inland和outland 所谓inland 就是在加拿大境内申请 所谓outland 就是在加拿大境外申请 当你提交一个签证申请的时候 如果你是outland申请 你是境外申请 你的学签审批会走到 你的国籍所在的这个国家 或者你当前居住的这个国家的 加拿大大使馆 那么你在中国申请 理论上就会丢给北京 你在印度申请 理论上就会丢到新德里 那么这个是outland申请 如果你在加拿大境内 并且具备了加拿大境内申请的 我刚刚讲的这三个大条件的资格的话 我们就叫做inland申请 你的这个inland申请 是会被统一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不管你什么情况 统一交给加拿大境内 在这个叫做amondon amondon的一个专门的处理学签 和学签续签的签证中心 你会发现 那去的地方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一个大条件 第二呢 特别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学签 因为你当你做outland申请的时候呢 它的量是非常大的 北京签证官可能就几十个人 最多最多了 他根本没有可能处理这么多签证 所以呢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签 当你做outland申请的时候呢 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签证会先交给计算机 做人工智能的匹配和识别 人工智能计算机看你不顺眼 比如说你倒读的 你年龄啊 你以前白本这些因素 人工智能都会考虑 考虑完了 他给你做出拒签决定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 包括以前旅游签和学签 有的人在自己国家交 做这种outland的申请 很快就会被拒 因为是被计算机处理的 而在当你做inland的申请 当你在做境内申请的时候 你的签证是走到amond 是走到这个加拿大境内的签证中心 那边的人手是比较充足的 他们处理这种类型的签证 它是人工看你材料的 当你的材料做得比较好 你的解释性 写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是会被签证官看到的 因此你的通过率就会高 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就是一个从原则层面来说 因为看的人不一样 处理的流程也不一样 所以导致他的结果也不一样 其实这个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情况 因为加拿大毕竟还是法治国家 讲究平等 但是没办法 这个境外就是有境外的这一套 境内就是有境内的这一套 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可以得出 如果你设法让自己满足了 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学签的资格的话 那你的学签的通过率就远远高于在中国 因为中国如果说一些所谓的学签困难户 其实你是很难通过计算机的筛选的 通常会给你判成拒签 而你在境内你才要做的好一些 你的解释性写的漂亮一些 你在引用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文之类的 把自己材料做的扎实一些 那么签证官看你的材料 他找不到太多的披露的话 也会给你通过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旅转学的成功率高的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呢 艾曼顿的签证中心 他处理的学签很大情况下是学签的续签 你已经有学签了 你再续着学签 那么在这一大堆的续签材料里面 有一小部分是旅转学的 是第一次申请的 他们可能也看惯了 他们有一个比较习惯的通过率 看看你第一次申请的也没什么问题 就会让你过了 那第三个还有什么问题呢 学签拒签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担心你来了加拿大不回去 但是你人已经在加拿大了 那这个时候 艾曼顿的签证中心是没有理由 没有法律的依据说 我怀疑这个人来了加拿大就不回去了 所以我拒签你 你人都在这了 你怎么拿这个理由去拒签他呢 这个理由在法律层面是不存在的 因为这个事实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旅转学成功率高的原因 所以我这里讲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第一 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加拿大申请学签 不是你人在加拿大就能申请的 必须满足我这里说的三个大条件 三个大条件里面呢 一般人普通人能满足的 只有我说的这个完成前置课程 就是做旅转学的这个 以及呢 为什么Outland和Inland申请签证 申请学签的差距会这么大 这是由于它的流程 由于习惯 由于法律的一些诸多原因所造成的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旅转学的法律基础 它是移民法第215条 第一款第F条 第三个小节里面所规定的 215条 第一款第F条 第三个小节规定 很长 很outro的一句话 我们把它仔细的 这个掰出来看一看 就是说 这条讲的是说 一个temporary resident 一个临时访客 首先你要有访客身份 你是你是一个临时的访客 然后呢 这个访客呢 它已经完成 has completed 已经完成了一个course or program of study 然后呢 这个course or program of study 是它注册的 这个学校的一个pre-requested 这个词我也一直念不顺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来 比如说你来学计算机 对吧 但是呢 你学计算机之前 你有着前置课程 必须先学的 那通常情况下 这个前置课程 就是一个英语课 或者数学课 当然有些极端情况下 也会给你安排数学课 那么几个条件 你是访客身份 你合法的进入到加拿大了 你在进入之前 或者进入之后 你完成了一个 专业课程的 前置课程的学习 注意啊 这个前置 必须是一个course or program 它不能说 我通过一个前置课程的考试 examination是不行的 考试是不行的 必须是一个有一定长度 需要上课出勤 或者说 结业考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 单单的入学考试 必须是一个course or program 然后呢 是正式课程的pre-requested 是一个预备课程 然后呢 它是接着 你是被专业的 这个课程录取 它有这样的前提和条件 那么 这种前提和条件 放到实际的操作中来 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前置课程 就是completed a course or program of study 到底什么样的course 到底什么样的program呢 通常情况下 在至少我接触的案例里面 在国内做旅转学的95% 甚至以上 都是把语言班 作为它的前置的course or program 你上完了一个语言班 比如说你的语言 要达到学校要求的第几级 学校给你开了一个语言班 你去上 上完了 你通过了 通过了语言班的结业考试 然后语言班你也正常出勤 老师也给你平时的这个成绩 什么都给了 completed 那么已经完成了 你就满足了这个要求 接下去第二步 你就入境加拿大 或者你入境加拿大以后 去完成语言班也可以 那么这是几个前置的一个要求 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首先你得有个旅游签证 首先你得有旅游签证 第二 你要申请到学校的双路去 那你说 这个我上的这个语言班呢 我提前完成的这个course or program 必须得得到学校的认可 那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这个语言班就是学校开的 学校开的语言班 让你去上 上完了 他认为你满足他们上 专业课的要求了 他就给你语言班毕业 那么申请学校的双路去 然后呢设法去入境 完成这个语言 或者其他的预备课程 完成了以后 在加拿大境内 你就可以 你就满足了移民法第215条 第一款 第F段 什么第三节的这个规定 你就可以提交旅转学了 那我们再看 那旅转学嘛 首先你要入境加拿大 你要入境加拿大 那么前面我说了 你入境的话 你要有旅游签 这个是加拿大这边的要求 大家别忘了 在中国现在 因为疫情期间 中国政府有比较严格的 这个出入境政策 那目前啊 中国的出境政策 据我了解 原则是非紧急非必要 就是能不出就不出 在边境 就可能会把你劝返 或者说在这个 去换护照的时候 就不给你换啊 等等等等等等的 那目前来看 持有学签攻签的人 是可以出境的 但是你要做旅转学嘛 那做旅转学 在我接触的案例里面 最常见的 就是你要保证 自己能出境的话 你可以通过给孩子 办理低龄留学的方式 据个例子 比如说你想去 龙中华上学 想去龙中华 做旅转学的 那你自己拿着 这个旅转学的旅游签出境 可能中国的边界 不让你出境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取先救国 这也不知道 救谁的国了 就是你 你只能取先救国 这个给你的孩子 办一个低龄的 学生的入学 的录取 然后呢 跟孩子一起出来 因为你是陪同 这个时候 中国的边境 是不会不让你出来的 这个呢 是我知道的 应对这种 出境办法的 这个方案之一 那如果你没孩子的 或者其他什么 有些限制的 这个可能就看 边境的尺度啊 等等的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 这个因为 毕竟我是关注加拿大这边的 我不太了解 目前中国的 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 这个边境的情况 但是这个你是要注意 如果你做旅转学的话 你要想清楚 你怎么出境 出境以后 你入境加拿大 现在加拿大边境逐渐开放 你只要有旅游签 你就可以进来 那么旅转学 还有一个细节 那你说我要上语言班 对吧 那这语言班怎么上 我英语 英语好的人怎么办 英语不好的人怎么办 记住啊 语言班是你做旅转学的 一个硬性要求 也就是说 即使你雅思满分 如果你不上语言班 你不上这个前置课程 你也一样无法满足旅转学的要求 那我就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你去申请学校 对吧 学校的这个课程的录取要求 是雅思六分 然后呢 你老兄的英语不太好 雅思在四分 或者四点五分的水平 你还差了两分 或者差了一点五分的 这个有一个空档 那这个时候 学校就跟你说了 那我们也想录取你的 那你雅思差了一点五分 没关系 你来我们就上语言班 那我们给你上三个阶段的 一共九个月的语言班 可以保证上完了 你只要毕业了 你就认为 我就我们就认为 你达到了雅思六分的水平 就不用考了 只要语言班毕业 就给你录取 但是 但是 这个语言班啊 它不能上的时间太长 或者在加拿大境内 如果学校跟你说 你要上九个月的语言班 那比较麻烦 为什么 你旅游签入境 只能待180天 你的语言班 不能超过180天的时间 或者说 你应该在出境以前 就是旅转学啊 比较稳妥的做法 你在出境以前 就要跟学校联系好 就要跟学校联系好 然后告诉学校 跟学校说 我要来做旅转学的 那你们这个要求是多少 我现在情况是多少 我们差多少 差的这个时间 需要通过多长时间的语言班 来把它给弥补上 那如果时间太长了 那你就跟学校说 那要不我在国内 再拼一拼 再把雅思考上去一点 咱们把语言班 给时间给缩短一些 但你也不能没有语言班 这语言班这东西很单大 你不能没有语言班 然后呢 你语言班时间也不能太长 除非你说 我九个月的语言班 全部在国内上 那也可以 但是呢 也有风险 因为你上了九个月了 最后你出不了劲了 那你这九个月的语言班 就摆上了 所以这是很单大的一个事情 那最理想的 就是把语言班 控制在六六月之内 并且确保自己能出境以后 再把语言班的钱给交了 否则你就是花加拿大的学费 在中国上着九个月 甚至一年的语言课 上完了 你发现你没法出境 那你那你这个 花这么大代价学英语 就没有必要了 所以语言班要上 不能长不能短 同时还要保证自己能出境 这里面的事情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还是挺复杂的 那么 旅转学的一些考虑 就是如果英语不好的人 对于英语不好的人 你不要指望着这个语言班去救你 语言班只是让你获得旅转学资格的一个手段而已 你学英语还是要自己学的 我其实不太建议 国内前一段时间 因为移民的生意不好 国内好多中介推那个ILEC的课程 让好多在国内的人去学这个ILEC 学可以学 但好多人学完了 他才发现他根本没法出境 你没法出境 你学这堆ILEC 你就做不到这个旅转学的效果 那你就白学了 或者说你同样学英语 你去新东方去学 对吧 那你学那么贵的ILEC有什么用呢 所以语言班不是拿来学英语的 英语就是一个应试教育 要么你自己努力 要么你去报班 要么你怎么着 但是你不见得需要上加拿大的语言班 那么语言班是什么呢 语言班就是短期之内搞定 然后让你获得旅转学资格的一个手段 或者说的难听点 跳板 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 我要旅转学了 所以以后我会来加拿大 所以我英语到加拿大再学吧 你别忘了 你要做旅转学 你入境加拿大以后 你就开始倒计时了 因为你入境只有180天 你身上就背着一个定时炸弹 这180天之内 你的语言班达不到 学校规定的要求 你避不了业 那超过这个时间 你就不能上语言班了 你也无法提交这个旅转学了 所以啊 这个不要指望来加拿大学英语 英语还是自己学 语言班这个事 它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跳板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就是刚才我讲的 国内申请和旅转学的区别 在母国 在中国印度 一些发展中国家 一些学签数量比较大的国家 他们移民局是先拿计算机刷你的材料的 你写的再好 计算机是不会读你的解释信的 也不会读你的学习计划 他就扫那些表格 扫完了 他看着不顺眼 他就告诉先生官 这个case我建议你拒签 先生官可能也看了不看 他直接就给拒了 这样的case我最近见到了不少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你英语不好 你仍旧想留学 但是呢 对方学校 加拿大学校给你发了一个录取 说那你来我们这留学没关系 我允许你上两年的专业课 上专业课之前呢 你还要来我们这上一年的语言课 那变成带语言课的双录取 那你拿到了带语言课的双录取 你在自己国家直接去申请学签的难度 同等条件下是比没有双录取要大的 因为你比别人要多上一年多上一年的课 多产生一年的开销 多浪费一年的时间 会让你的已经本来就比较动摇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的理由 变得更加的容易被质疑 对吧 所以带语言课的双录取 除非你是想做旅转学 尽量不要去拿双录取 尽量还是自己把英语学好 去拿直接录取 用直接录取在中国申请学签 那对于在中国申请学签的情况下 我的建议是第一是直接录取 第二有条件的尽可能做SDS 这里面有个窍门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SDS学签目前是不走计算机筛选的 它还是走人工筛选的 所以哪怕你条件不好 你大龄的倒读的 只要你满足SDS的要求 亚四六分以上 交一年学费 什么什么体检之类的弄好了 这个材料交上去 它不会让你过计算机的 很不确定的筛选 它还是可以用人工来做的 这个针对一些大龄的学签困难户 我强烈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做SDS 旅转学 首先你可以入境 这些前面我都讲了 我就不再去重复了 但是这个视频 我主要想纠正大家一个观点 就是不是说你拿旅游签来加拿大 你就可以做旅转学了 第二语言班不是让你学英语的 语言班是让你满足旅转学法定要求的一个跳板 英语还是要自己学 你上了语言班 你也要保证自己要毕业才行 你毕不了业也没有用 所以这两点大家需要记牢 我在我的频道里面 总结了跟学签有关的一系列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到频道里面去看 如果自身条件比较好的 其实我建议你们看了我的视频之后 就会有信心去做DIY 但是自身条件不好的 那我也建议大家看一看 你做DIY可能会常犯的一些错误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仔细的了解一下 好 我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